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GoMarkets每日财经新闻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那么今天的欧洲东部时间的下午2点30分 澳联储决定不加息 那么就由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紧急解读一下最新的利率决议声明 那么现在我手上的就是澳联储最新的声明 以及2月以及1月的声明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本次的声明当中 澳联储是着重强调了 本次暂停加息 主要是因为之前已经加息了10次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 加了350个BP 从0.1加到3.5的这个利率 我们现在是处于2012年5月以来的这样一个利率峰值 并且澳联储的声明当中也强调 由于加息和实际经济变化之间是存在一个之后效应的 所以之前连续加息的这个效果可能还没有用完 简单的说之前加息给大家吃这个药丸 可能还没有起到它完全的效果 所以现在如果再加息再给大家吃这个药呢 可能有点重复浪费 因此呢澳联储也寻求更多的数据支撑 来做下一步的利率决议 那么我认为呢在澳联储本次的声明当中 其实还是有两点需要去着重关注的 第一点呢就是大家如果看新闻都会发现 现在这个利率上升所谓的这个mortgage cliff 让所有有浮动利率房贷的人是怨声载道 那么这次澳联储当中呢也是着重有提到 他们有关注到高昂的生活费 高昂的房租以及房贷带来的影响 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在3月29号公布的这个月度的CPI当中 我们都知道其实去年12月的月度CPI是8.4% 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呢月度CPI7.4已经有所下降 最新公布的2月的月度CPI呢是6.8% 也就是说已经连续两个月月度CPI下降了 所以这也是给澳联储一个暂停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但是澳联储进一步也提示啊 这个月不加息不代表它以后不加息 澳联储明确的表示目前全世界的通胀水平还是比较高 未来可能依然需要更多的紧缩货币政策 来保证通胀回到目标区间 大家关注今天的话就会发现 因为本月只有月度CPI数据的支持 但是到下个月4月26号的时候呢 就会有2023年1季度的季度CPI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澳联储是想要等到 4月公布更有利的CPI相关数据 再来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最后呢根据市场的普遍预期啊 在5月或者6月的话 依然至少会继续加息一次 并且在之后呢最少还有一到两次 也跟大家说一下 截至到最新的四大行最新的预期 除了A&Z澳新银行 它预期利率峰值是4.1%呢 其实三大行 Westpac CBA以及NAB 都预期利率峰值只会在3.85% 也就是说我们离加息尾端有可能不远 那么澳洲的加息具体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首先第一个呢 肯定还是要关注澳洲的通胀情况以及物价 至少阅读CPI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已经有所好转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美国的加息周期 我们认为可能澳洲关注美国的这个加息动态 也就是跟风的这个情况会更加多一些 所以说什么时候美联储放口风要结束加息 那么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时间点 好了那今天就是我们为大家解读的这样的一个澳洲暂停加息的最新情况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关注点赞加转发 拜拜